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人不在台湾就怕存在感降低 于天抓紧时机发布官方LINE账号 嗨 我是于天 赶快来加入我的LINE成为好朋友吧 但这个账号新手上路 无论选民传什么都是罐头回应 LINE账号经营向谁取经 这一位人气标不停 这是第一次文官公司开箱吧 才欢庆粉丝破30万 总统蔡英文官方LINE账号 今年1月开始充人气 228当天超越台北市长柯文哲32万粉丝 三天后人数来到34万 而柯文哲的账号去年6月 因应市长选举上线 发文还停留在谢票 小英赖粉丝迈向40万大关 贴文处处有巧思 这张典型长辈图跟平常的贴文比一比 不但内容从政绩宣传 变成总统说早安 还刻意一次使用多种字体 风景照取代人像照 邹寻烈还特地放大 让长辈看得更清楚 右下角长辈图的灵魂 认同请分享 变成认同蔡英文请分享 大腕长辈图梗 也抢中老年选票 我会抢他骂你们的 无论选立委 选总统 政治人物天天骂一下 小小的手机荧幕 也变成选举重要战场 三日新闻 陈雪中会其他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